推上市长位置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两个人现在关系似乎有些生变 外传就是从韩国瑜当选市长的那一天开始 因为王金平的幕僚就曾经向韩国瑜阵营表示 你们要不要跟王前院长来同台谢票呢 没想到韩国瑜居然拒绝了 对此王金平今天也被追问 他强调了当时的确没有受邀请功 王金平跟韩国瑜之间的友好关系 到底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 外界之一其实就从去年韩国瑜当选当天就生变了 王金平证实当时并没有收到韩国瑜阵营的庆功邀请 我没有记得说他们有联络要去 等于庆功的一个晚会好像没有 从王金平宣布不参加初选后很快就有传闻 申选当天王金平正在高雄汉来饭店包厢等候 他的幕僚向韩国瑜阵营询问是否同台谢票 没想到得到拒绝的答案 感受是很主观的 我觉得可能王院长觉得或者说陈一鸣委员觉得 我这个谢的不够 那这个我就要检讨了 韩国瑜认为感谢很主观 谢的不够会自我检讨 不过就在王金平宣布不参加初选后 是否保有和其他人合作的空间 态度很保留 那院长有意思跟郭董一起合作这样吗 我都维持终地 陈培认为这个韩国瑜拿下高雄市长大卫的 关键人物才短短半年的时间 就被质疑友谊申辩 两人关系验证了政坛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跟没有永远的朋友 接着南投高雄最后报道 接着南投高雄最后报道